近日,四川成都几名小伙用手机自制的功夫大片走红网络 不少网友点赞评论,表示很燃很热血 11月3号,在成都武侯区的一处公园内 片中主角王群正与团队中的武术指导张坤排练着新片内的动作 据了解,今年35岁的王群来自山东 曾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已经习武20余年 大学毕业后,王群放弃武术转行做过多种职业 而与他同校的师弟张坤则在毕业后就做起了武行演员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大热,毕业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群和张坤猛声了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武术生活的念头 我是做了很多的行业,不同的行业 但是跟武术从来都没有关系的 然后从去年的5月份才开始接触了这个 然后又重新的,因为本身大家是练武术的 然后又喜欢这个东西 从小,就是我们在队上训练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没法记录的 你想一下,你练那么多年,到老了以后 然后呢,就自己就看不到以前训练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现在趁着还能练,还能练得动 所以说我们就商量一块,把这个东西给记录一下 2019年,王群和张坤带着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成立了雅大叔的功夫梦团队 并于同年5月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自制功夫短片 多数时候,王群担任视频主角 张坤则因武行出身所积累的经验 担任武术指导,摄影师和剪辑师 因视频风格明快,镜头切换流畅 武术招式全权盗肉,短时间内他们的账号就吸引了上万网友的关注 张坤介绍,虽然成片让人看得酣畅淋漓 但最初的每一次拍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刚开始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打戏 因为他们都是实打实的这种训练出来的 而且力量啊,速度各方面都很快 但是拍电影不一样,他要学会收力 而且是两个人的配合,特别是套招 所以他们刚开始呢,其实有点不适应 拍摄上呢,器材上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很多镜头没有达到自己就是想表现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跟剧主不一样,就一个手机 一次次视频的拍摄不仅让他们掌握了技巧 提升了视频质量,也带来了大量的粉丝关注 王群坦言,随着关注人数的增多 他发现有不少民众只是看个热闹 其实并不了解武术 因此,他们拍摄视频的初衷 也逐步由记录生活转变为宣传中国武术 首先呢,是通过短视频让大家去了解,了解中国武术 然后其实现在很多人是看电影看的 然后他不知道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以为就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 很多人都会评论说 我看了电视里边飞来飞去,那个是真的吗 那个是真武术吗 你们这个是不是假的 你们这个是不是特效 其实你说,其实心意也没那么大 但是呢,就是我们从小练武术嘛 对武术的这种情怀肯定是别人比不了的 你说传承什么呀,我们也不敢说传承 但是我们也想的是能够通过自媒体 国内的这些抖音啊,什么B站啊这些 还有甚至就是国外的这些油管啊,Facebook这种 能够把我们的一些东西传出去 让大家了解嘛,知道中国武术嘛 其实你说传承我们也说不上 但是我们肯定会把它就是说发扬一下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一年多时间,俩大叔的功夫梦账号 已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百余条视频 视频浏览量上亿次 团队成员也新增了三位小师弟 而现在,王群和张昆正在着手筹备 属于自己的功夫电影 在他们未来的蓝图中 他们还将开设武馆 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武侠梦 我们一直有这个梦想 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坚持着做短视频 还有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自己的电影 现在已经在备案了 电影已经在备案了 然后呢,备案一通过以后 然后就开始筹备 开始开机 implic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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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